大家好 欢迎来到深度学习进阶算法应用课程的内容 那么大家回忆一下 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CNN 也就是说这个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里面 它的这个和之前我们的普通的神经网络 就是这种Folly Connected神经网络比较的话呢 它的一些优势 而且我们逐步加了一些改进的方法 我们更加来demo了这个每一次训练之后 这个accuracy如何提高 那么但是上一节课 我们并没有给大家解释这个 我们是如何实现的这个我们新的这个Network 就是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它里面的所有方式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我们如何调用这个方式 我们把新实现的这个这个Network 叫做Network3.py 这个python这个文件啊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重点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如何来实现一个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我们是这样 先给大家解释一些这个核心的函数的代码 然后之后呢 我们会在这个Eclipse里面 给大家把这个所有的代码来解释一下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为什么 就是我们这次实现的代码 那个通过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比之前得到了更高的准学率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呢 我们定义一个这个新的类是吧 我们叫做Fally Connected Layer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定义过这种类 所以我们来定一下这个类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 Function啊 首先呢 当然是初始化了 就是把我们的一个构造函数 那么我们传入的参数呢 很简单 就是说 我们这里面其实是连接了两层 是吧 它是一个Layer 就是说 它连接的两层中的前一层 它有多少个神经元 就是输入是吧 Nin 然后这个Nout 就是说它连接的后面这一层 它有多少个神经元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指明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 因为我们会实现几个小函数 我们分别来实现这个 比如说Sigmoid呀 或者我们用这个Tank呀 或者用这个Rectified Linear Function 所以我们这块就是传入一个参数来指明 我们在这个这层 我们要调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Function啊 在这个神经元更新的时候 然后呢 这里面我们并且加入这个Dropout 也就是说我们Dropout 是我们来Drop多少的这个神经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构造函数 首先呢 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传入这个 Nin和Out的这个神经元的数量 是吧 然后我们指明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这都没有太过可以解释的 那上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初始化这个权重Weights 和这个偏向Bias 那么 首先给大家说一个特殊的用法 因为在这里面 我们牵扯到这个比较复杂的算法 所以我们就 因为我们大概上级可以给大家讲 我们要用到这个GPU来进行运算 我们就用这个之前跟大家配环境的时候 介绍了一个安装了一个package 叫做Ciano Ciano是一个什么样的package 就是说在Python里面 它写的一个package 为了有一种特殊的变量方法 叫shared variable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变量来 抓 这个装载到这个Ciano的这个共享的shared variable 这样一种类型里面 它的好处就是说直接它在里面已经实现好了 调用GPU这样一种运算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变量直接来当做Ciano的类型 shared variable类型来调用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直接通过参数来指定 我们要进行用GPU进行运算 这就是Ciano的这样一个特点 同学们如果对Ciano的这个细节要了解的话 可以去一下它的官网再仔细看一下 因为这节课我们还是重点强调算法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Ciano里面的一个优势 就是说我们利用这个酷呢 可以可以又来声明一些叫shared variable 就是共享的这个这个变量 那么它的好处就可以直接用GPU进行进算 好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在初始化这个权重的时候呢 我们就调用这个Ciano里面的shared variable 就通过Ciano.shared 然后里面呢 我们会先这个从这个 正态分布里面来这个 是吧 就是random nonpy array 这是nonpy的这个package 然后random随机 然后从这个正态分布里面呢 我们随机的来 产生这个权重是吧 这个look它其实就是我们的min 就是我们的均值0.0 然后这个skill呢 其实我们就指的是这个方差 standard deviation 我们看到我们用的方差 还是我们之前说的改进过之后的方差 就是说这个square root不是指的是开方吗 所以每一个这个方差出始值 就是从这个 1除以这个输出这层 它的有多少个神经元 1除以它 然后我们再开方 得到我们这个方差 然后呢 size呢 就是说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输入层的这个神经元个数 和输出层神经元的个数 是吧 然后我们看注意这行话 就是说这个dtype 也就是说它data type是什么样呢 我们就利用叫Ciano里面有一种叫float x 这样一种变量呢 我们把它 就是我们 声明的这些变量 从正态分布中随机产生之后 把它变量设置为这种形式的变量 然后呢 我们就之后就可以利用GPU进行运算 所以我们把这个变量 整个把这个 这 随机生存的数当做一个这个array 啊 numpy array 然后呢 这个name呢 就是w是吧 就是我们的weight 然后呢borrow等于true就是说我们需要用share的variable来进行GPU调用 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些变量附到这个selfw里面是吧 就是这样的方式 我们就初始化了这个权重 下一步呢 我们非通过非常这个类似的方法来来初始化这个偏向就是bias是吧 我们还是用Ciano share的 那里面呢 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这个share来讲的话 他他的这个偏向呢 他不是一个矩阵是吧 他就是每一个神经元对应一个share 所以我们这的size就是nout 然后我们还是从这个正态分布里面 来随机的generate 但是他的这个均值呢就是0 然后呢 他的skill就是1 他的方差就是1 然后呢 我们把他的name叫做b是吧 就代表bias 然后呢borrow等于true 是跟刚才一样的 好 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权重和偏向不是都已经初始化好了吗 然后把它就放在一个list里面 把它叫做selfparameters就是参数的意思 好 那这是我们初始化这个参数的过程 然后呢 下一步我们来set这个input啊 就是我们这个输入是吧 我们x的这个输入 我们还记得我们的输入层 其实就是从我们这个图片的像素来的 所以呢 我们大家可能会好奇说这个拼写啊 这个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个input吗 他的拼写不是input吗 那这种为什么不写全呢 写inpt吗 他难道是一个拼写错误吗 他其实不是的 原因在这样 就是input的这个词啊 input 它在python里面本身是一个关键词 所以为了为了避免这种混淆的话 我们就用另外一个词 我们不要用这个python里面这个设置好的关键词来进行变量命名 或者是函数命名 所以我们叫做setinpt啊 这是一个小的解释 然后呢 这个首先我们的这个参数input是吧 然后我们用dropout 然后mini-batch的size 然后呢 我们这个input呢 其实就是把我们这个mini-batch 把它那个矩阵的类型变了一下 把它reshape成一行的是吧 我们这个self-in把它reshape成这个一个metrics 是吧 就是说我们这个mini-batch的size 然后我们有 n-in这么多的神经元是吧 把它的这个数据的这个dimension reshape一下 就修改一下 之后呢 我们来定义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啊 activation function 大家看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一减去我们这个dropout 我们dropout要drop多少百分之多少的这个神经元 用它一减的话 就我们保留的神经元 然后这个t呢 这个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叫个tensor typ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我们theattle package里面 它有一种好的方法 就是说它可以支持所有的数学运算 也就是说 它有实现好多很多这个矩阵运算 所以我们不用自己定义 这个dot呢 其实指的就是这个dot product 就是这个点乘的运算 对吧 所以我们直接调用它里面 里面呢其实就是我们的input 传选的这些x和我们的这个weight进行点乘嘛 这样的话就是刚好是对应的相乘 然后相加 相乘之后我们我们再加上这个bias 就是加全求和之后 我们再加上bias 是吧 就是我们的输出值 然后再乘以我们要保留的这个dropout 好 然后呢 下一步的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argmax 就是要找出来是它这个值最大的一个 这个output 然后在这个self input的这个dropout上呢 我们看到啊 我们还是把这个minibatch的size传进去 然后通过reshape的这个函数呢 把它的这个矩阵的这个形状的reshape成有这么多列 就是input的这么多列 是吧 然后我们来这个通过dropout的这个方式 来放弃 就是抛弃它其中的一些这个input 然后呢 我们最后定义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是吧 就是dropout这部分 然后就是我们保留的这一部分 乘以它这个对应的这个权重 再加上它的bias 我们仍然是运用到这个tensor 就是Ciano里面的这个点乘的这样一个function啊 就他们对应元素两脑相乘求和之后 我们再加上这个bias 好 那么我们算了最后一个函数呢 我们就是来算我们每一轮训练完之后 它的accuracy是吧 accuracy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说我们传进去的参数就是y 是吧 然后呢 这个y指的就是我们真实的这个标签 就是神经网络里面输出的这个标签是几 然后这个self yout呢 就是从我们神经网络里面算出来 我们预测的这个标签是几 是吧 那他们俩之间呢 我们求一个这个 差 然后呢 我们再通过这个 min就算他们平均的 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算出来一个accuracy 是吧 就他们俩是不是相等 然后有多少相等 多少不相等 再求min的话 就等于说我们求出来有百分之多少 他们是相等的 也就是准确率是多少 好 这样是accuracy的这样一个函数 好的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刚才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个定义这个fully connected layer 这样一个函数 这样一个lay和他之下的一些函数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network这个constructor就是这个我们来怎么定义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看一下我们传入的这是layers是吧然后我们一个mini batch的size是多少我们传入了layers其实我们关键的就是这一步是吧layers的话就等于layers然后mini batch我们传进来的值就等于啊付到我们这个够到函数里面的值那这句话什么的意思呢这个param for layer in layers for prime 这句话其实就是说我们把每层的参数全部打到放到一个list里面啊这句话我们就表示了我们把所有层的参数全部打包放到一个python的list里面 然后呢下面呢就是说我们的x呢就等于说我们的这个啊生成一个这个metrics是吧然后这个tensor type然后我们y呢其实就是一个向量vector它是我们的输出是吧它也是一个tensor type 然后呢下面呢我们就这个是initial layer就说我们的这个所有layers的第一层嘛输出层其实就是零是吧 然后呢我们啊给它setup是吧就是我们的input layer传入之前我们定义好的这些参数 然后呢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设好了这个输入层和这个初始化我们的input layer 然后呢我们这个下面这个公式呢就是我们来更新的一个公式啊我们看一下对于previous layer就是上一层 这个layer表示的是当前层就等于什么呢就是self当前类下的这个layers的j-1是吧j的话就是它循环嘛 从我们一共有多少层比如说我们有10层的网络就是从1到10 然后我们就是说当j等于1的时候我们就更新这个d0也就是最最更前的输入层和第一层之间 当j等于2的时候我们就更新第一层到第二层之间是吧 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来更新这个每一层之间 然后呢我们的output呢就等于说这个python这个-1指的是最后一层嘛 也就是我们的所有layers的最后一层它的output是多少 然后这个dropout呢就是我们最后一层的这个output的dropout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python呢它是为了这个方便各种数学运算 它已经实现了很多很多现成的数学里面的基本运算的函数 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调用了这个dot product 就是我们求这个点乘的方法 我们就是用到了这个theando里面的这个t是吧 我刚才看到我们这个t下的dot product 好这就是theando的一个便利之处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嗯 因为我们的输入它的每次是用一个mini batch来进来进行运算的是吧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setup input里面的我们看到这个参数有点意思 就是说我们传入了两个xselfx同样的参数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因为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用或者我们不用dropout 我们分别要进行计算 所以我们把这个self.x传入了两次啊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传入的就是mini batch的size 好 那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训练的过程啊 就是我们具体的核心过程就是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它的这个训练过程呢是一个怎么样的 我们怎么来更新是吧 所以我们传入的这个参数呢是training data 训练集 APCURSE 训练多少轮 mini batch size 每一个mini batch有多少个数据 ETA是我们的学习率 然后validation dataset 就是我们的这个验证集 test dataset我们的测试集 和我们的lambda 就是我们regalization的parameter是吧 好 所以我们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train the neural network using mini batch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我们传入的参数 来训练一个随机的T度下降网络啊 好 首先这前面这个比较简单啊 就是compute the number of mini batches for training validation and testing 因为我们不是把这个mini batch的size设定好了吗 它有多少个 每就是每一个mini batch里面有多少个数据 是吧 所以我们通过整个的训练集 除以一个每一个mini的训练集里面有多少个数据 就说明我们要算出来有多少个mini batch 多少个mini的数据集 那对于这个training呢 对于validation和对于test都是一样的 好 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把它存到这个变量 就是number of什么什么training 或者是validation或者test 然后下一步我们define the regularized cost function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步 symbolic gradient and update 这个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的概念 就是在python里面 我们刚才说我们用到Ciano这个包 Ciano这个包它有个特点 就是我们可以定一个数学公式 也就是说我们在传入变量的时候呢 这个symbolic variable呢 它定义的不是我们 就是它负的不是我们实际的这个函数的值 它是一个symbolic 就是说我们用的数学表达公式的这样一个抽象的一个变量 那我们对它进行定义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数学计算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 用的是一个叫symbolic variable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接着刚才这个看 所以我们在计算出这个training validation和test的这个minibash的这个多少个minibash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define我们的cost function 首先我们这里用的是这个l2norm 跟大家讲的l2norm的function大家还记得吧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权重是吧 我们对它的平方求和就行了 对于这个神经网络的所有权重 每一个权重我们都平方一下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神经网络的神经元对应的权重全架起来 这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l2regalized是吧 然后呢 我们看其实我们这一句话 这行代码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到是吧 对于神经网络中的所有层数 每一层 其中的每一层 我们对权重进行平方是吧 然后我们求和 然后把每一层的和再加起来 就是我们的所有权重 那就是我们的l2的这个regalized的这一部分 然后我们的这个cost function呢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的cost是吧 layers就是我们最后一层 本身的这个cost 我们加上我们算出来这个 就是我们0.5是我们的dropout是吧 我们乘以这个lambda lambda是我们的regalization parameter 是我们设置好的那个值 传展这个参数 然后我们再乘以 我们刚才算出来这个l2norm的square是吧 最后我们再除以Number of training batches 是吧 因为我们整个的话是总体的这个cost嘛 我们现在要除以这个 一共有多少个mini batch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关键的一条就是我们要求这个偏导嘛 就它的gradient是吧 我们看到这个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Ciano里面这个package 叫tl 这是我们导入的一个package 叫tensor 它直接就可以对cost定义好的这个cost function 对于这个parameter 我们定义好的prameter 求偏导 也就是说这个gradient是它自带的一个函数 我们点gradient就是对它求偏导 求完这个偏导之后呢 我们是进行更新是吧 updates 就是说我们parameter本身减去这个学习率 ETA乘以我们求出来这个偏导 这是我们更新规律 是吧 大家记得这个gradient descent T2下降算法 就是每一个参数减去这个学习率乘以这个参数 求出来的偏导是吧 好 对于这个神经网络的所有这个参数 是吧 我们都这样更新 好 那就是关键的一步学习完成了 下一步我们就define function to train a mini batch and computer 的accuracy 就是说我们来train其中的一个mini batch 然后我来来这个啊 因为在每一轮过后 我们都想打印出来它的这个accuracy 它的这个准确率是多少 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这个i呢 是我们mini batch的index 就表示我们是第几个mini batch 好吧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很简单 就是trainmini batch呢 这个我们还是利用我们定义好这个thiano function里面 我们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我们这个mini batch 它的这个所以是第几个 然后我们一个是我们定义好的cost function 一个是我们updates 就是我们的更新 是吧 所以我们输入其实很简单 就是x和y 那么其实我们就看到是轮到第几个mini batch了 是吧 在i最开始的时候 第一个的时候 那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一个 假设我们mini batch是30的话 是吧 那是不是指的就是说1乘以这个30到1加1 2乘以30 就是从30个到第60个嘛 是吧 就指的是我们每一次取一个mini batch 那对应的y也是一样的 所以等于说 就是我们从哪取到哪 就是每一次取一个mini batch 从0到30 从30到60 从60到90这样 好 那下一步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mini batch 来对这个accuracy啊 validate 就是我们在这个验证级上 来看这个validation 把它也分成这三 就是分成一个一个mini batch 其实我们看一模一样的 不过是我们这是把training data 分成这些mini batch 这是把validation data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验证级的x和y 分别分成这个mini batch 一个一个mini batch 然后这里面也是一样啊 我们是用对这个test data 分成一个一个mini batch 好 这都比较简单 然后呢 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要算这个predictions 就是我们预测出来的值是多少 是吧 我们也是把它分成这个看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x 对testx来出来的话 我们这个mini batch 它的这个锁引乘以我们mini batch的size 是吧 然后到锁引加1乘以mini batch的size 也是把它分成不同的mini batch 好 那下面的code 我们就是进行正式的这个训练 那这个best validation accuracy呢 就等于0.0 因为我们只是想 不是我们的这个训练过程中 它的accuracy是有浮动的 是吧 不是说我们一定增加 是有上下浮动的 所以在每一轮之后 我们想跟所有前面比较一下 看到目前为止 它最好的是是多少 所以我们就说明一个变量来存 存这个东西 当然开始我们还没开始训练 所以我们就把它等于0.0 好 那我们就开始训练 是吧 对于每一轮来讲 我们干嘛呢 对于这个mini batch的index 每一轮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要让这个iteration 就是这样一个锁引 就是说我们number of training batches 乘以epikus 是吧 就是我们训练 这个mini batch是多少轮 然后我们打印出来这个 就是说trainingmini batch number 是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mini batch的缩引 然后呢 我们的costig等于什么 就是我们的目前的这个cost 是吧 它就等于什么呢 就我们调用这个train function 这是训练的这个function trainmini batch的一个单独定义的函数 然后把这个mini batch的index传进去以后 就是当前我们训练的这部分 把它cost算出来 是吧 然后呢 如果我们之后 对吧 就是iteration加一下一轮呢 我们算出来这个min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实际 我们算出来新的一轮的这个accuracy 如果比之前要小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更新这个best validation accuracy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这个accuracy不断的提高的话 那我们就接着来 如果我们是比之前一轮 就是我们要不断更新这个 就是我们就是说 算出来这个validation accuracy 如果比之前我们存的最好的accuracy 还要大的话 说明我们结果又提高了 是吧 所以我们就是答应出来说 this is the best validation to date 就是到目前为止 是我们最好的这个validation的accuracy 然后我们就要把best更新一下 是吧 就是我们之前算出来这个值是目前最好了 把它复到这个新的 复到这个变量best validation accuracy之后 然后我们再继续更新就好了 好 那下面我们就看一下 就是我们在全部完了以后 我们打印出来这个结束训练 是吧 然后呢 最后一点就是说 我们define这个regulation cost function 我们之前是其实用到这个symbolic gradient 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我们之前训练的这个l2 norm 这个加的这一项 也就是为了regulation这一项 我们用的是l2的norm这个function 之前给大家解释过了 其实再强调一下 就是说 我们对于所有的w权重求平方 是吧 求和 然后之后呢 我们把这cost function 根据原原始的cost 加上这一项 然后我们求偏重 求update 这是比较关键的一步 所以呢 其实我们第一步的这个symbolic variable 是其实是用来计算这个regulized log likelihood的cost 也就是我们这定义的cost 还是一个我们之前讲的通过regulized之后 我们定义的一个log likelihood的cost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就先讲在这里 下节课呢 我们会给大家详细展示我们的network3里面 以这些函数为主体 还有剩下的一些没有解释的函数 给大家整体把这个network3的所有函数解释一遍 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运行的这个情况和结果 好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